大家好,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NX的功能强大。 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NX的虚拟机主机。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虚拟主机。 虚拟主机是一种特殊的软硬件技术, 它可以将网络上的每一台计算机翻成多个虚拟主机, 每个虚拟主机可以独立对外提供服务。 这样就可以实现一台主机对外提供多个web服务, 每个虚拟主机之间是独立的,互不影响的。 它指的也是在单一机器上运行多个网站, 例如computer.1.千锋edu.com和computer.2.千锋edu.com。 它可以是基于IP的, 即每一个IP一个站点,或者是基于域名的, 即每一个域名一个站点。 这些站点运行在同一物理服务器上, 对用户不会有任何感知。 其实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同一台web服务器上配置一个A.com的网站, 配置一个B.com的网站, 你在里边进行基于IP或者基于域名的网站,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 他们访问的只是你这个网站的内容, 他不知道你是跑在一台机器上还是多台机器上。 在我们公司,比如说没有资源, 或者说根本没有必要将这些网站跑在不同的机器上的时候, 这时候虚拟主机的作用就出来了。 之前在阿帕奇的学习中, 我们也配置了关于阿帕奇的虚拟主机的配置。 NX同时也支持这种虚拟主机配置, 它支持三种, 分别是基于IP的虚拟主机, 基于端口的虚拟主机和基于域名的虚拟主机。 基于IP的虚拟主机呢,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主机上有两个IP地址, 然后你A.com.这个网站呢, 使用监听的是你其中的一块IP地址, 然后用用户访问这个IP就可以访问到你的这个网站内容。 然后另一块网站的地址是访问的是B的那个网站内容, 然后用户访问另一个网卡就可以直接访问到它。 然后基于域名的虚拟主机呢, 就是你的A网站和B网站, 一个A网站使用的是, 比如说我是A.的server name, 然后B网站使用的是B.什么的server name, 然后用户访问的时候不会基于IP直接访问, 比如说我的一个A.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就可以访问到A的内容, 然后访问B的时候直接输你绑定的那个B的server name, 就可以访问到B。 然后还有就是基于端口的虚拟主机, 端口来区分虚拟主机, 就比如说你的一个A.com的网站, 然后绑定的是80端口, 然后另一个B网站, 绑定的是8080端口, 用户通过访问的时候输入这个端口地址, 就可以分别访问到不同的网站。 这个虚拟主机的配置呢, 它既可以在七层代理层配置, 也可以在业务逻辑层配置, 但是七层代理层配置的虚拟主机, 常配合NX的这个NX HDT Proxy Model模块使用, 然后在业务逻辑层配置的虚拟主机, 常配合NX的NX HDT Proxy Model模块使用。 在介绍完虚拟主机的基本概念呢, 我们来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它们基于域名,基于IP, 基于单口的虚拟网站主机, 到底怎么配置。 首先我们来给大家配置一下, 基于域名的虚拟主机, 我们准备两台虚拟机, 一台作为NX web服务器来提供服务, 另一台作为一个测试机, 来测试我们的访问是否成功。 我们在我的主机名是server上面的机器上, 来作为一个NX web服务器, 这台服务器上呢, 需要下载一下NX, 大家在之前呢, 学习过配置下载NX, 然后我在这里边呢, 已经下载, 大家可以自行下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边的NX已经是下载好的, 然后我的NX现在是没有启动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配置他的配置文件, 我们知道NX的配置文件可以实现多种功能, 现在呢, 我们的NX在, ETC下就是默认的位置没有动, ETC下NX下, 然后我们来配置一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目录下边, 有好几种文件, NX.conf呢, 是它的主配置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里边呢, 配置好了NX的用户, 以及它的Worker进程, 它的错误日志, 还有PID,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它include这个ETC加NX.conf.d下的所有conf文件,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conf.d下边的文件, NX都默认读取它的配置, 为了方便后期的清理, 我们进入到这个conf.d里边, 来给它进行配置, 首先我们将这个default.conf来进行一个备份, 然后我们来自己创建一个conf文件, 比如说我创建了一个test.conf来用来我作为我的测试, 在这个里边呢, 它已经包含了在NX.conf, 已经包含了http模块,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需要配置关于server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test.conf的里边应该配置什么文件,